大家好,今天用苦瓜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将苦瓜去头去尾 将苦瓜切开 去除里面的籽 把里面的白膜扒干净 这样就不会太苦 然后再切成片 放入盘中 一个洋葱切成丝 放入碗中 两个小米椒切成圈 香菜切成段 放入碗中 准备小把小葱切成葱花 大蒜切成末放入碗中 加一勺辣椒面 加点酥芝麻 倒入烧好的热油 加一勺白糖 一勺盐 加点生抽 蚝油 花椒粉 香醋 再加少许的香油 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水烧开 倒入苦瓜 焯水一分钟 然后捞出来 放入凉水中过凉 这样处理过的苦瓜 口感非常的清脆 而且也不是很苦 再把泡好的木耳放入锅中 焯水三分钟 焯好捞出 放入凉水中过凉 倒入切好的洋葱丝 倒入调好的料汁 倒入调好的花生米 再倒入香菜和小米辣 搅拌均匀 好了 装盘 一道非常好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 苦瓜和木耳洋葱这样搭配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这几样食材搭配在一起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苦瓜吃起来口感非常的清脆 非常的开胃下饭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